湘村新发现 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子言 这里是花园县边城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 沈从文笔下脆脆的足迹吧 这里是湘前于三省交界的边陲小镇 也是脆脆生活的边城 静谧的小镇 不见喧嚣的叫卖声 只见唐人的小镇 堂堂的边城水 踏在古镇的石板 可以与吊脚楼不期而遇 坐在码头旁 可以与苗家姑娘亲切的交谈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花园县的一个仪帽 仪帽子 它主要的图腾纹饰的话呢 有龙 还有缝 以及我们的这个枫叶 还有这个我们的蝴蝶 还有这种小花 象征着一种健康长寿 也是对你的一个祝福 也是我们的苗族文化 把苗族文化带在身上 穿戴好苗族服饰 我踏上了寻找脆脆的旅程 船行于水中 人若在画里 一根木棒 一条铁缆 只靠人力 便可穿行于两省之间 这个拉拉度就是 沈从文写的小说里面的 翠翠和他爷爷百度的船 一边是重庆 一边是湖南 两岸的清风拂面 溪流将我缓缓带到岸边 小溪的岸上 有一座白塔 白塔下 是翠翠和爷爷生活的地方 白塔是翠翠的守护者 同时又象征着一个精神世界 这是一个善良 纯朴 众义 望丽的世界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翠翠 它天真烂漫 是真善美的化身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座边城 这里不再物欲 功利 只有静静的溪水 质朴的相邻 明镜的美 和纯真的爱